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彭啟明 這幾天有漏後 全台灣都有漏後 很好 我們解除現水的影響 這是很好的消息 現在來看封面北台減弱 但是我們台灣這裡還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很不穩定 還有那個漏後的鎮雨 或是局部的鎮雨 請大家注意一下 預計呢禮拜一禮拜二就會慢慢開始轉變 最近要注意一下 荔枝鹿疫病還有果樹的疾病 都從 像是那個 叫做水傷 特別有時候連續降雨這幾天很容易發生 請大家特別注意 還有一個紅龍果 這個潰糧病 在高斯通風不良的情況很耗發 所以下雨真的很好 但是下比較多 對農民朋友壓力也蠻大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最近這個封面要變化 你看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的時候就開始有點要變了 封面要北台了 要北台了 慢慢的會移到這個長江流域這邊 中下有這樣 我們這裡是透南風 吹的偏南風 所以水氣還蠻旺盛的 未來這一陣子呢 開始都是午後有局部鎮雨 白天開始有陽光 天氣要有點變化了 等於是這個禮拜是一個轉換期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禮拜一開始 南邊的南風就開始往北推了 溫度就開始慢慢要回升了 請大家請大家注意一下 午後會有些局部的鎮雨 在未來這禮拜很容易發生 禮拜一是南部這裡 南部很大 還是有一點 早前有一點 但是慢慢開始減弱 禮拜二 禮拜三呢 就是說那個午後雷鎮雨 這都是午後雷鎮雨的特徵 以前是午後雷鎮雨都是北部 中南部有一點 現在是大規模的山區會比較有 可能會蔓延在中南部 沿海的風力呢 請大家注意一下 沒那麼大 前兩天的封面影響 風浪很高 現在來看沒那麼高 鵬家瑜這種海面 是平均風四大五級 震風九級 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新竹路感沿海是平均風五到六級 正風九級 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慢慢開始降了 安平東十沿海呢 平均風五到六級 正風九級 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而安平沿海呢 是平均風五到六級 正風九級 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成功台東沿海也是這樣 華蓮沿海呢 也明顯降了 6到7 還是大浪 正風十級 三轉一公尺 宜蘭蘇澳沿海呢 因為這個封面 從那邊通過還是比較高 這個四到五級 正風八級 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阿馬祖海面呢 是平均風四級 正風六級 小浪 浪高一公尺 然後金門海面是 平均風五到六級 正風九級 中浪 浪高一到二公尺 澎湖海面呢 是五到六級 正風九級 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綠島濫雲海面 這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慢慢變小當中 平均風六到七級 正風十級 大浪 浪高是三轉二再轉一公尺 阿掉一台海面呢 也是比較大 五到六級 正風九級 中浪浪高是二轉一公尺 阿溫度上呢 跟這個小潮一樣 這個是小潮 潮汐 潮汐的這個時間就是小潮 但是東半部呢 是已經中潮了 請大家注意好 這個時間 像花蓮市呢 是滿潮市 4.05分 5.02分 那五七呢 是9.14分 9.53分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是 外島的 離島的 這個 潮汐的時間 東半部還是中潮 西半部 這邊還是屬於小潮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阿溫度呢 要開始回升了 北部回升會比較快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一下子就回升了 三四度 一下子就感覺到熱了 南部也是這樣 慢慢開始變熱了 一天慢慢上升一點點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起來 北部跟南部 北部會上升比較快 南部呢 會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南部雲量比較多 但是都要未來這幾天 就會慢慢開始回升了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一下子回升 又下雨又回升 這個對於農作物都是一個壓力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以上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我們明天見